為何這個世界上有些廢人 有人渣 我又不要用人渣 我們聽眾 有廢人 有經常失敗的人 人渣就是湯家驊 所以我真的很沒心機 剛才我已經立即收到 有人給我 在群組中說 啤梨向鱷魚開火 我有向鱷魚開火嗎 林康正永不上MIHK 然後就馬上分享到MIHK的群組 你說然後 鱷魚那些人會否再聽我的節目 聽見這些就當作開火 所有事情就是這樣做出來 所以我心泛 心泛就是這樣 沒什麼意思 沒有節目他們不用說 最好是這樣 真的最好是這樣 對 好 我最能贊成 我早點移民去馬來西亞和勞天會合 你說所以這麼多年都沒有進步過 沒有進步過 是各方面 為什麼 為什麼 從來就是這樣 無論是台 自己的生活 每一個人都是是非當人情 我以前做大公司 就是 對自己有關係 有利益 我明白 對自己沒有利益 你搞到他們炒了 又對你沒有利益 然後還要說到那些事情很大的 說到那些事情是正義想言 說是黑白分明 我和西瓜是朋友 我和鱷魚都是朋友 然後 你和他朋友 不准跟我玩 又會這樣 你說我只能夠 去到這個時候 再彈一首 這就是願平安歸香港 我真的不喜歡 為什麼我彈得不好 其實我在家真的彈得好 為什麼這個不好 其實這個音是比較漂亮的 這個難彈很多 我還未能看到 其實我現在每晚 仍然是每晚彈 最少30分鐘結他 即使是1點多2點 我老婆在房間裡彈 因為要節省冷氣費 還有我那天不是說過 開高溫冷氣 然後開風扇 原來是真的可以的 你回去試一下 譬如你回家很熱 就開28、27度 但是就high fan 很快就涼了 平常很熱 很熱 16、15度 14、17度 OK 好了 我要講一講 大家聽清楚 我發覺信息傳達真的很難 好像剛才我們這樣 就已經有人可以去 翻譯成為 啤梨開波 借惡儀 哇 真是大量的 很厲害 林匡政 很厲害 我是永不上MIHK做節目 真的會這樣 信息傳播是多難 看看是怎樣 至於台上是怎樣 見到人們這麼欣賓 我明明是我們的聽眾 是我們的聽眾 可以在第一時間 這段節目未完 那段時間就去講是非 你說是否可行家產 真是 如果不是我們海量和百毒不侵 只是這些 這些冷言冷語 或者這些 可能令人失望 豪無進步 社運界、網台界都是這樣 正常來說 簡直是不轉告 沒有 這些事情 對嗎 今天就這樣 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